他说弟子常常听到在很远的地方有佛号声 心近的时候愈近了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是好是坏 是否会是谋近 弟子心中不安 这个是好境界 谋念佛也是好事情吧 那谋就变成佛了 所以这种境界很多人都有 不是你一个人有 是功夫得利的现象 但是要以平常心来看 不要生欢喜心 也没有恐惧 非常正常 我们还是要老老实实念下去